跟许多行业一样 国际航空业也是这次全球疫情的重灾区之一 受各国旅行管控和旅客出行需求下降的影响 大量的航线已经停飞 航站楼里面空空荡荡 但与此同时呢 停机坪上却是另外一番光景 因为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 飞机也是需要找到停车位的 我是火箭树 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科学的停飞机 在冠状病毒袭击之前啊 飞机原本应该待在它 本该待着的地方呢 就是在空中 在一年当中大多数的时候呢 我们头地上方始终都有多达2万架的飞机 同时在线 那停在地面上的有多少呢 截至2019年底 全球机队拥有接近2万4千架的科机 也就是说通常只有大约4千架停在地面上 而如今呢 人们必须要为被病毒所在地面上的这些庞然大物 再找出至少1万2千个车位 好了 以后你再也别抱怨 找个车位有多难啊 跟飞机排队等车位比起来 你要幸福多了吧 为了解决停机难的问题呢 各个航空公司也使出了浑身解数 将飞机停出了新的高度 比如视频中显示的这个 位于美国加州维克多维尔停机场的一条跑道上 几十架飞机像是乐高积木一样 彼此镶嵌在一起 密密码码的把多余的空间全都挤了出来 顺便说 维克多维尔是文明世界的最大的飞机坟场之一 通常用来储存退役的旧飞机 但由于现在科技基本上都飞不起来 所以它以及其他几个知名的飞机坟场 就临时变成了这些可怜鬼的收容所 大家在这儿抱团取暖 当然能用来抱团的地方都是要用上的 除了飞机坟场 很多大机场空出来的跑道 都被整整齐齐的骂上了飞机 好了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事实证明 为这些大家伙找到一个停车位 这是其中最简单的一步 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 跟汽车不同 飞机真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机械 即使是停在地面上 他们也需要时不时的动动引擎 转转轮子 开开夜泵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常规用户 这又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尤其对于收成已经减少了90%的航空公司而言 无一雪上加霜 这就是为什么哪怕一架飞机上 没有几个乘客 航空公司也愿意带着你飞一趟了 他们只不过是换个地方 让飞机保持状态而已 多几个压舱物又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这样很花钱 但是相对于一动不动的 把飞机摆上几个月 隔三差五的运行一下 他们的确是能够有效的减少付飞前 更加高昂的维护开支的 鉴于全世界有91%的飞机 都是由波音和空客制造的 所以这两家飞机制造厂 也毫无疑问的被迫参与到 这场航空业自救的行动中来了 比如空客就在他们家 原来的飞机健康管理软件 Skywise里面加入了一项全新的功能 可以帮助航空公司 根据每家飞机将要推出服务的周期 以及所需要维护的项目类型 找到最合适的停车位 算是相当的贴心了 当然也不见得是每一家飞机 都需要不间断的维护的 对于那些真的有可能 在未来几个月内都用不上的飞机 最好也是最经济的去处 就是干燥的沙漠了 这样他们至少不会太快被腐蚀 风上发动机和传感器 在这里居家隔离 等待病毒举手投降的那一天 只不过他们中的一些 是注定等不到那一天的 在本次危机之前 全世界所有运营的科技里面 有6000架机灵在15年以上 4000架更是在20年以上 你要是航空公司的话 你会选择在他们身上 花几百万的维护费用 却同时并不知道 何时他们才能再上天吗 大概率是不会的 所以可以预见 大规模的科技退一操 也许会提前到来 老家伙们的日子不好过 大家伙们的日子也同样煎熬 像波音737和空客320 这样小一点的科技还好一些 至少能有国内航线飞一飞 而对于像空客A380这样 只专注于国际航线的 大型双程科技而言 就几乎只能停在地面上了 波音分析 经过这波暂停操作之后 航空业想要恢复到原来水平 至少也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当大家的钱袋子都比较紧张的时候 自然更愿意选择那些经济 有实用的小飞机 看样子 大飞机的辉煌 要暂停的更久一些了 当然影响更加深远的是 有可能这次危机 会整个改变航空业的现状 因为随着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发展 航空公司对科技的需求不断增加 于是就买买买买买 这样波音和空客 积压了大量的订单 成为一个很有话语权的卖方市场 之前大家都还怨声载道 怎么还没轮到我呢 现在却纷纷点下了推移款件 这波冷静有好处吗 它至少有助于 大家都认真地想一想 未来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飞机 我是火箭素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